大家看到這個表基本上已經講了大半 我們講了正整數0 上一次講了副整數 整個整數這個box 因為這個是包括這三個 就已經講完了 這次就會講了分數 分數 就會正分數、副分數一次就講了 因為這個正和副這個概念都已經講過了 OK 那就真正講分數了 講完兩個搞清楚一些之前的概念之後 分數呢 之前講過 基本上都是一套老法寶的 這套是我們以前講過的整數族 整數族上面全部都是整數來的 整數呢 有一個問題就是 1就1 2就2 沒有中間的 整數族上面永遠沒有中間的 1下一個就是2 但是你說不是 當你加減乘除 搞一下 除一除之後 就發現這個世界有些東西有中間的 是的 例如 4除2 3 4分3 那就約莫在這個位置 對不對 又是4 3 負4.3 那就在這個位置 說的是 4 4 3 也就是把這個數族 每一個整數 斬3分 0到1之間斬3分 1到2之間斬3分 然後拿4分 1 2 3 4 2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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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就會擴張成為分數 同樣道理 在負數那邊 負4.3 負4 然後在4和5中間 我們將它平均斬開10分 2 3 4 5 9 對 約莫 然後呢 那 然後呢 就拿 這3分 1 2 3 這3分 第三條 走的這個位置 對了 那這個呢 就是負4.3 了 那這個就是分數 同樣道理 當整數 我們學完整數 整數 不完全 滿足到我們的 所有的計算 就是 例如 加減乘除 你一度除 就會出現分數 這個概念 滿足不到 那我們就加一些新的東西 進去這個數字的系統 裡面 4 over 3 是這樣的 負4.3 是這樣的 這就是分數了 這樣我們就可以 在這條 數族上面 1和2 中間 加了一些中間的東西 不需要 是1 是2 1和2 中間 可以放一些東西進去 4和5中間 可以放一些東西進去 每一個整數 和隔壁的整數 中間呢 就可以放一些數字進去 那這個就是分數 而 準確地說 凡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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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 這個是整數 整數 加上分數 就是我們 叫做 有理數 那準確地說 凡是 可以表達到 一個 用分數形式 用分數形式 可以表達出來的數字 包括 分子 和分母 就是 你在這個 Case 看到我在說的是 P和Q 同時都可以 用一個整數來表達的話 那這個就叫做 有理數了 那 現在這一條 加上分數 加上整數 就叫做 有理數族了